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一股希望的清流 救度的福音也在人间悄然传递 安女士是一位66岁的退休公务员 居住在瑞典哥德堡的东部城市 地地道道的瑞典人 跟做中医的王女士颇为投缘 今年5月 安女士63岁的妹妹艾娃感染了中共病毒 躺在医院里发着高烧 安女士说 要是妹妹死了 我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 王大夫告诉他 别伤心 教你一个方法 这个病毒爆发于武汉 因为中共故意掩盖和打压 导致了全球大面积的传播 两百多个国家 上千万人被感染 几十万人丧失生命 所以这个病毒叫做中共病毒 让你妹妹在心里认真的念 打倒中共恶魔 安女士认真的把打倒中共恶魔 用瑞典文记录下来 认真的学着 用心一遍接一遍地念着 几天后 安女士高兴地打来电话说 妹妹退烧了 出院了 艾娃的身体现在恢复得很快 那时走几步路都走不了 现在上楼都没问题了 以后我再看到有人感染上这个病毒 我一定告诉他们 认真念这句话 打倒中共恶魔 欧洲病毒学华语专家董宇宏 收集了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报告的 36例中共肺炎重症患者的改善案例 这些患者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之后 研究报告显示 总体改善率为百分之百 这36例中共肺炎重症患者中 75%为成年人 17%为老年人 67%来自中国大陆 且湖北占44% 通过静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 26例症状痊愈 十例好转 三例病毒核酸检测由之前的阳性转为阴性 总体改善率为百分之百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当中 都有念诵真言不正驱邪的故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共的危害 念诵真言 无病可以预防 有病可以自愈 如果您相信的话 请您不妨也试一试 念诵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 或打倒中共恶魔 真心体会一下真言的魅力吧